当地的农业重镇烧起了大火 影响的范围超过了4000平方公里 比北台湾的面积还要大 当地的野火已经蔓延了好几天 许多野生动物被火焰灼伤 或是被烟雾呛伤 由于发烧的地点是阿根廷的农业大省 水果棉花产量名列前茅 这场灾难将给阿根廷 带来严重的经济打击 预估损失超过台币60亿元